每年的農曆三月,是台灣一年一度的宗教盛治,媽祖圈。 全台絡意不絕的江柯爾會前往台灣的各地媽祖要進行朝拜。 那你知道在台灣的南端墾丁,有另外一場台灣保育的生態證事,珊瑚殘卵正在同步的發生中。 我是Blue Train藍色脈動的海邊齊巴克。 這次我們邀請到兩位國際級的水下攝影大師,用他的照片來跟我們分享什麼是珊瑚殘卵。 再跟我們一起去吧! 阿金太陽,你這一次下來墾丁啊,是有什麼目的? 這一趟的話就是還是拍那個珊瑚殘卵。 珊瑚殘卵,那你真的有看過嗎? 我自己沒有親自看過耶,因為都每年的珊瑚殘卵,因為客人就是那個同時先下水的燈比較多。 那因為我自己比較不喜歡跟著人群跑,所以我自己沒有實際看過。 我們這個時間就是來看珊瑚殘卵。 就每年的那個農曆的媽祖生日啊,就是。 媽祖生日? 肯丁珊瑚殘卵時間,很特別。 就剛好是時間是一樣。 是啊,你之前有看過嗎? 我之前連續追了四五年。 前兩年是貢孤,那前幾年都還蠻準的。 所以後來都有看到。 歡迎兩位大師來到我們肯定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今天這次要來執行的任務就是要來拍攝珊瑚殘卵。 一般的來講,平常珊瑚它都是用分裂的方式,然後慢慢地在岩石上拓展開來成長。 但是他們一年中會有一個時期,他們就是會把自己的精卵排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珊瑚殘卵。 所以它這個會釋放出很多那個珊瑚殘卵。 珊瑚殘蟲的卵。 這些卵呢,會在水頭發育。 最後再入田,沈江回海以後再讓它發育成新的小珊瑚。 所以它算是一個珊瑚殘生物性的一個象徵。 目前其實這個珊瑚殘卵這個議題呢,其實在國內已經算是, 隨意神經非常豐盛的一個珊瑚殘卵。 第一次看到珊瑚殘卵的時候啊,你會想說這不是石頭嗎? 但那一天他們會全部都活過來。 就忽然從那個礦物變成動物這樣子。 然後一下子是左邊身下右邊身。 就忽然整個海底變很熱鬧。 那時候真的有莫名的感動。 廣角我也覺得是比較挑戰性。 而且這是我比較想要拍攝。 其實珊瑚殘卵,如果你沒有拍好, 就像人見度非常不好的那個狀況。 那也因為這一次沃時有提到說,我們有很多的生物行為可以去做拍攝。 當然那些生物行為是我更想要去捕捉的東西。 其實拍珊瑚殘卵啊,要孵出來的時候,如果我們照到你的燈光啊, 它會寒在那裡。 你有時候抓不到它的時間,然後它忽然一個潮水, 一個湧這樣過來之後,它忽然就蹦出來。 那時候你按下怪門就太慢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啊,海洋都一直在崩壞。 但是珊瑚他們很努力對抗這個趨勢。 他們一直很努力的生啊,想說可不可以恢復自己的族群啊,幹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啊。 我先看我有時候知道。 因為我自己在去過三天。 我只是在那邊看,可不可以恢復。 我只是在那裡看,會不會有這麼多的事情啊。 我已經看過了很多事情。 你也看過了很多事情。 我會不會有很多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